最後期末報告要把內容跟各位貼在坡頭上面 特別是繳交期限是6月15日這一週 所以這一天一定要把它做出來繳交 不然的話就算遲交了 你可以類似期中報告 你可以延伸期中報告的內容 或者說你可以把它這個內容可以再加深一點點 就是說可以把那個之前沒做的部分可以再增加進來 但是技術上需要增加我們第三類裡面圖表的那個製作 所以盡可能的在圖表製作上面多花一點心思 也就是說你盡量用不同類型的圖 去呈現你想要呈現的一個資料結果 那當然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多幾種圖形來表示是可以的沒關係 但前提是要恰當的 或者是說不同面向 比如說你要強調的是 整體的比例的話 你可以弄一個圓形圖 或者有一種環形圖也可以 OK 之前我們做蠻多那個圓形圖 甚至你還可以用別的啦 可能我們上課這個有講到 像組合圖你也可以把它加進來 反正呢 這個 裡面的話呢 就是你 這個 你圖表呢 表示了 這個打出一個字 越恰當的話 那分數越高 那其他的一些進階 如果你想要加一些進階函數 或者VBA 如果你會寫VBA那算是加分 OK 那當然大大加分 不過這個如果量力而為 如果你實在是沒辦法沒關係 你也不要強求 因為說真的 城市不是每個人都一定會 很有天分 如果你實在不會寫 不會至少你會call吧 call我的城市也沒關係 反正改至少我看 你有做了一些 我覺得你有努力的東西 但是 你在心得上面可能要敘述一下 比如說哪些是 你特別 很用心的做出來 可能你在 心得上面也要交代一下 不然的話我會以為說 這個東西好像跟一般也是差不多的 其他的話呢 就是一些發想 那也許你有想法 但目前做不到也沒關係 你可以 當成是未來的規劃 就是上完這個課程 你覺得 未來 你想要做什麼東西 但目前可能你技術上還做不到 沒關係 你可以 立一個目標 或者是提出一些想法 將來可能想怎麼做 都沒關係 甚至你可以說 老師我上完這個課希望 我想要再花一點時間 把這個 前三類的題目 做熟 然後我希望再去 這個報名證照考試 但是不是現在 OK 也沒關係 反正至少 你讓我知道說呢 你是有在準備的 可能現在沒辦法 沒關係 你可以 讓我知道一下 你有這樣的想法 不是只有想法 我建議 一定要動手做 不然的話真的 很多人好像僅止於 那個想法 這有點可惜 那 這個 選題啊 等等的 這可以交代一下 至少 你的字數 不要低於500個字 因為500個字已經算是最低下限 而且 以 文學院的同學來說 500字應該是親而易舉的 有的時候我發現500字這顆來說 是最低下限的 你說老師那我超過絕對可以啦 你寫個1000個字也可以 學越多越好 OK 讓我知道一下 你整個過程 然後哪些東西 你可能 都交代一些 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話呢 可能 順便補充一下 就是說 前面好像我們有關那個 老子道德經 那 我們之前其實用的是那個 Countif 就是在統計那個 就是 到底這個字詞 出現的次數是多少個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像有同學問說 老師這個數量 次數好像 好像不太精確 他為什麼 這個道德經的道 那實際上 他這邊36 可是你算好像不只36次 那原因是這樣 他這個Countif 他這個算的次數是說 只要這個儲存格裡面有道這個字 就算一次 那如果儲存格裡面有兩個 三個、四個、五個道的話 他還是算一次 OK 也就是說呢 他不是幫你全部算過 只是說他只要找到有 那就算一 沒有算零 OK 所以Countif 只有零 跟一 他沒有辦法幫你把 全部 算到精確 可是問題來了 那你說 老師這樣子 OK 因為 之前有同學 沒有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 明明他裡面很多這個關鍵字 可是我看到的結果 卻 只有 少少的數量 好像不太對 原因 各位要了解 Countif 特別注意 如果儲存個有 他就算一次 那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要算他真實的數量的話 那你就不能只用Countif 那怎麼辦 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 我想了一下 大概 只能夠用 寫程式來解決 因為這種問題比較複雜 所以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真的有時候沒辦法解決 不然你只能用人工來 來作業 那自己用算 當然不可能 所以呢 如果你要寫一個 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 那真的是 又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有把程式寫出來 寫在這底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參考一下 那我大概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 程式怎麼寫 將來就很簡單 他可以 完全的把正確的數量 整個就算正確出來 你就不要用Countif 所以這個地方 主要是補充 也許將來 你們在期末報告的時候 如果你用Countif做出來的結果 比如說有44 44只是說有44個儲存格裡面有這個字 OK 所以呢 如果我要算精確的 道德經裡面有出現的真實的數量的話 那變成你就是要再另外寫一個程式 寫的方法的話 特別注意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寫的 第一個 當然我們就是先寫一個Sug 也許名稱叫數量 Enter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再來的話 我們會先增加一個變數叫C C的話就是統計 它有的次數 只要有 就幫我加1的意思 那接下來的話我寫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意思說 幫我找一下 哪一個儲存格 我先幫我找一下這個儲存格 那你會發現底下有這麼多儲存格 那我們先找其中一個 如果一個OK的話呢 你再去延伸其他儲存格 所以呢 先找這個 那這個的話呢 因為它是 跨了工作表 它是在哪個工作表 在 對應到它 它是第一個 所以是 Shut的瓜糊一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你幫我 從那個第幾個字呢 這個J的話 指的是第一個字 到哪一個字呢 到這個 這個序則1 裡面的那個 B 我就找B2好了 然後B3都可以 找B2好了 B2這個儲存格裡面喔 幫我算一下 它這個儲存格裡面 到底有幾個字 那我外面加一個LEN 實際上就算什麼 這個序則1 指的是 第一個儲存 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 這個B2儲存格裡面有幾個字 OK 所以呢 他回來 幫我算一下 這個儲存格裡面總共有 假設是30個字好了 他回來就是30 他就會幫我把第一個字到第30個字做什麼 把資料逐一抓回來 抓回來做什麼呢 我再把它 裡面的每一個字 用MID MID是切字 把它一個一個的切回來之後 再跟什麼呢 有沒有 所以這個J會變動 先抓第一個 跟儲比比看 有沒有一樣 一樣的話呢 就幫我加1 存回去 加1存回去 意思是說 他把每個字都比對 完之後 最後把C的結果 把它存到這邊 那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 這邊得到的結果 那就是 裡面 B2裡面有兩個儲 你看得出來嗎 這樣看嘛 有 有一個了 這邊又有一個了 應該理論上就兩個 沒錯兩個 但問題如果你用人工來算 那真的不得了 應該算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電腦真的就有可能 目前的話 我們已經做第一個 數量先算出來 所以這一段 我待會一樣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那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如果假設可以的話 你們就試著把它寫寫看 先這個 數量這個 這一段 OK 那一樣我會把它填個顏色吧 那不過你說老師 那如果算一個 4K 我要把它全部算完 因為 他這個儲存格應該從這個 Ctrl向下 總共有82個 那我應該做什麼呢 再來的話 我在這個 數量 我看要把它改成數量2 第二階段 那我在外面呢 再包一個 4回圈 不過C我建議放在最上 C等於0先放最上面 寫一個4 I 等於第2列 到第82列 這個範圍 先給他一下 那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這個範圍 裡面所有的那個 儲存格通通跑過一遍 你也就是 跑一遍幹嘛了 每個每個幫我把它做一個計算 所以把 這一段剛剛寫完的這一段程式 搬到這個回圈裡面 然後記得按個TAB鍵 然後讓他呈現有 縮排的狀態 在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在第2列到第82列的這個範圍之內 那幫我全部找找看 那找完之後呢 如果有就幫我加1 加了1之後換下一個換下一個 那記得喔 因為有個I對不對 那請你把這裡面剛剛的程式裡面的 B2的2 改成I就可以了 那因為呢意思是說 幫我找 B2 有沒有他2到82 所以先找B2 然後再找B3 再找B4 好那全部找完之後 那最後的話 一樣 把它放到哪個儲存格 一樣放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喔 他等於就是說 從這邊算完了 然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反正意思是說每個字每個字找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他等於是 找非常多次 最後把結果丟到這邊來 OK RUN一下 可是RUN的時候記得喔 你的游標一定要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一個喔 所以這個的話呢 前面不會有那個哪一個儲存格的 哪個工作表的敘述喔 所以這邊為什麼會多這個敘述一點 意思說這個東西的資料在前面 那原來這邊為什麼沒有加 因為我在自己本身 這個工作表不需要 好那把它試試看好了 所以加總結果有應該幾個字 82 原來用康義福幾個字 44 差那麼多耶 有沒有 82個字 跟44 為什麼 因為 真實的應該是82 也就有的儲存格可能有兩個 可能有三個 但有的可能就一個 OK 所以喔 你說老師 其他這個道怎麼辦 天下怎麼辦 那是不是說我今天如果要換的話 你說 那我如果要改的話 那是不是說 我應該換到下一個 那範圍應該都一樣 所以其實喔 要改的 應該就是 把這個什麼 關鍵字改成道 如果道的話應該可以改 改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這個儲存格的位置應該是什麼 叫Sales 刮鬍 然後他是 哪一個呢 他是第 第三列 所以第3列的A欄 有沒有 然後 他就幫我把道這個字 比對一下 然後把結果 吐到哪裡 吐到C 吐到 應該B3 這邊把它改成3 那這樣應該就改完了吧 OK有沒有 這個 其他有沒有要改的 也是範圍裡面比對 沒錯 OK好 那把它執行一下 76 看一下原來幾個 差蠻多的 76跟 37 快要Double了 OK 好 所以喔 其他的部分也是 如法泡式 但是你說老師那變成我要一直改 一直改才能夠完成這件事情 那我如果不改的話 那可不可以他讓我一直往下 其實應該是可以啦 只是說這個地方需要再加一個變數 這個複雜度其實還蠻高的 就把這個改一下 如果他下一個 把它加1加1 那怎麼辦 換下一個 加1 加到最後是10 所以是第2到11 1嘛 可是這邊已經有一個4i了 那真的有點複雜 好啦沒關係 先做出來 數量2 那待會我們再來思考 如果我今天希望 讓他整個 數量 OK這個地方數量2 我把它貼到這邊來 範圍部分 所以 這一段程式嘛基本上跟剛剛 這個 改動的部分 只有 這個地方 加一個 列回圈 這個到這裡 然後還有改這個 這個是他裡面的值 還有這個 還有變動的列 哪一個列 其他好像都一樣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最好的結果是這樣 乾脆幫我從頭到尾 全部算完的話 該怎麼做比較簡單 那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喔 好 好